但在法学前博士你今天带了宝物过来 不是宝物,是法器,因为作为中国人, 特别是我们研究佛学,虽然我无信仰, 因为佛学无几人信,最近灾情也有很多生命死了, 不只是人死,又不只是中国死, 很多国家都有死,带来行少少法, 祝福他们,很简单,如果听众听到就勉强, 无论有否宗教信仰无所谓,有个心就可以了, 你听话最重要是秘密,男人用左耳听念经的声音, 女人用游耳听,然后声音进来就变了金色光, 在全身放射出去,金色光在宇宙的颜色, 金色光代表你前世和今世做的好事, 回书给这个宇宙, 金色光消除了受过天灾而影响生命的人, 去好的途径出世, 我们叫北寿侯游,往生善道, 我们一点生意,我们未捐钱, 唯有用自己的身份, 一个瑜伽恒者的身份, 祝福死烂了的同胞, 包括所有生命王, 蛇虫小的蟑螂,我们祝福它, 希望它往生善道,不受后悠。 如果听众想说力好些是怎样呢, 最好叫朋友家人夹钱, 保粮稿108元,东牙生108元, 它收份东牙都可以, 你说捐钱保粮稿, 拿两张收条, 烧了它, 然后听我这个视频, 然后冠赏进来的声音都出去, 这个平时用得过, 譬如你祝福先人都可以, 我这个方法, 但你那天要食素, 我今天就食素, 刚刚我又今天食素, 所以就可以祝福到那些人, 这支水, 就是我的作国法的奏水, 祝福过那些奏水, 这个最重要, 好了, 小小疑鬼, 最简单就是左耳南左旅右听到声音, 就立刻想自己全身奉金色光, 金色光代表你自己过去世和今世一定做个好事, 如果那些人不做好事, 就不会做人, 即是你前世做个好事, 今世才有私人做人, 小小祝福我们中国同胞, 所有生命和世界, 受过这次水劫生命的人, 往生善道不稀后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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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路不止, 同胞, 对 sich, 好, 最竟然, 好, 往生善道不秀后有,一切有为法, 而梦幻跑影如路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好,我们讲佛学那些资讯了。 第一样想问博士,我们观音信仰都有, 原来佛教导教也有观音,两样有何分别呢? 第一,这个是民间信仰都是示意的, 基于这个历史属于民族的信仰。 如果涉及佛教,在佛教有佛经, 在正式的原始经典就没有菩萨这回事, 我有些资料给了小姐铺上去, 就是说没有的, 这差不多是属于虚寇的人物, 即是在中国佛经讲的菩萨是属于虚寇人物, 如果没有,为何又有人搞过观音出来呢? 剧情需要的, 它的起源在哪? 观音的起源是印度教的双马神童的护法, 大家可以有空上网搜索资料, 它的原生是印度教佛罗蒙教的双马神童, 一个护法。 在云南传入中国, 它近那边传入来, 初初来中国时是男生的, 所以变成了观音像, 大家看古老观音像是女人头掃把脚, 对脚,男人脚, 后期它认了女相后, 我们中国民间妇女受很多压迫, 很不平等,很多世间事受很多冤屈, 变成了它的信徒多数女性多, 又经过很多人去改变, 又有变身又有观音宋子又有求财, 现在大家都有观音开库, 你穷的又可以开库借钱, 搞了很多套游戏被人玩, 变成了在民间一种信仰是普及了的, 普及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宗教好, 天道文好,一观道好, 百年教都有那般音伯在那里, 即是大家拿来用, 因为它无专利, 个个拿得, 我们不反对,它是信仰自由, 但好,你要知道这段历史, 如果你再想upgrade, 就不要叫别人不要信, 他信了你便可以信, 他一代人的事,他的缘分, 如果你要upgrade自己的话, 你有责任你再找多些正确知识, 更加要扩大自己的视野, 他因为给信徒没有知识, 他有事要解决, 他拿个保佑, 他有因无路数, 所以打小忍也有市场, 他不够责任你打, 便只要打小忍, 这是民间的心理行为, 即使你令人有个希望, 有个菩萨保佑, 是个生理行为学, 但如果你正式在科学看, 你有责任自己要upgrade, 便要研究, 我们讲什么听, 它起完便是伤害神童, 后来演变了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信仰, 等于你拿渣有人败, 是,拿渣是小雪谷的封城堡中的人物, 不是,有很多人物, 现在在台湾很厉害, 搞了一个电光三太子, 很热闹的, 那个拿渣弹在台湾, 花草又有, 所以是很热闹的, 这属于民族的信仰, 但民族信仰如果在古代农月社会影响不大, 但如果在现在这个21世纪的科技社会世界, 影响会大了, 因为你有时你不是去找正确知识去解决, 你要找个信仰希望有人保佑来解决你问题, 你永远解决不了, 或者你撞考帮你解决那个不是他的力, 你是根据或言论一个循环, 又好变坏又好变好, 你当了菩萨保佑你那样很大事,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同胞, 要符记自己的思维, 即是有些正确的观念, 我们叫正信, 就不要搞迷信, 但因为他搞迷信, 在这个社会有些人要利用别人迷信的心态才可以生存, 那叫神棍, 和尚不作怪, 自然又无人拜, 有些人以前批评过我, 这个人讲佛辞了去下地狱, 我正在下地狱, 为何呢? 因为地狱门前真度多, 他每个都下地狱, 我不下地狱, 怎救那班人家层, 所以我们的理由我们不怕, 因为为何我知道我的工作是做甚麽, 但博士有人这样说, 说你诽谤大城, 第一,我不是诽谤他, 诽谤那麽失信, 我直接攻击他, 不需要客气, 在我们的立场, 做家人, 我们有责任是做护法, 等于现在你在庙里, 都有守护神, 为何佛门慈悲为坏, 为何放四大天王, 把弃弃弃弃? 大家无人想过, 为何我们走入去做一个委屠, 又是把弃弃弃弃弃, 这个就是我们, 出家人是持悲为坏, 因为我逐家弟子, 故事正法, 对你牛鬼蛇神, 古灵精卑人不肯要下气, 非诽谤是咳嗽他, 我是绝对不肯下气, 我想什麽给你, 所以我当年送大藏经回中国, 不肯让和尚出席, 只不过初都无我扶, 不肯让和尚出席, 未試過中國第一套完整大狀經回中國, 巴里系大狀經是不能被和尚小小小小搞出來, 當年我是連笑氣成, 但後期我都覺得有少少難過, 但我無後悔, 我不需要埋氣象,政邪不能量立, 你不要說給你割藍政邪定分界, 你不肯定分界,你不肯吊得習近平, 你有夠錯下去嗎? 你錯下去,我國家會死的, 你不說我講,我有條件可以講, 捧死無大害就能講, 簡單而已, 這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條件有沒有取捨, 有沒有膽識, 沒有能夠賣人情, 在這方面特別在佛法不可以當人情, 你不對就不對,你錯就錯, 佛祖交代落,你有勇氣要打破傳統, 佛祖講低,依法不依人, 你直斥其非,所以禪中一刀頭砲殼, 對不對? 現在你那些和尚走出來, 你都不肯去考究, 整套東西在那裡被考究, 法經來源是怎樣,你不敢不考究, 拿著住,叫人家練地藏經, 地藏經是很大的, 我不是進地獄, スチーフ地獄,地獄不恐事不成佛, 誰叫人無能成佛? 佛祖何時叫人家先蹲在地獄? 你落地獄, 誓不成佛? 你学他就很能狠狠, 所以有乱七五搞, 不肯学就扮大恶, 有时就爆大祸就这些, 所以现在中国信仰搞到乱七八糟, 乱七五搞, 国民族怎跟人竞争, 就普普输了, 普普输是走出社会普普输的, 你自己不肯信自己, 信有种力量保佑你, 他说他不肯, 对吗? 外国不愿意, 外国不愿意信一半而已, 他未死就信钱, 临终才信钱, 死了就要来信, 最后美国不愿意信, 他不愿意说给你听, 他们利用宗教来稳定社会, 因为他们都会说聪明人, 知道这个社会人是三思不齐的, 没有那么复杂, 求他把神给你信, 那就算了, 你问不论多是神的事, 上帝自有旨意, 那是可以的, 因为世间当然是宠人多, 对吗? 现在那些聪明人都要宠人的钱, 宗教是道德的基础, 他有那个平衡社会作用, 有些人的智商很低, 你问哪有这么复杂, 又元起性空, 有些人说这个人说无我, 我说无我怎会不会说, 元起就是无我, 对吗? 但我们不说得那么深恶, 一说到深恶, 你会听不明白, 色色是空, 那哪些色才以为是女色的色, 所以说无人在街上, 即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世界, 特别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是普通人多, 最好搞妻才子录, 你转身体健康, 心心灵平稳些, 其实中国来说, 你现在的教导用得好是够用的, 所以孔夫子那时叫你, 敬鬼神愿愿知就是这样, 别说那些事, 别搞那些事, 他自己搞不肯定, 你要说, 浪费了气, 别搞神搞鬼, 已经够用了, 修身齐家, 智国平天下, 已经够用了, 己所不欲默私人, 但你说我要人类, 我要说给自己, 我追求生命的背后, 究竟会有什么事, 你就要学佛, 但学佛是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 正式学佛,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放下, 他反转来玩, 真的反转来玩过, 我当年一路赚钱, 一路流水走出去, 你当是一个地球国客, 我的钱来是做事, 那些钱不做事, 虽然我搭报纸, 报纸可以去看, 烧行, 又可以包东西, 下雨又可以遮头, 如果德经无神没有厕纸, 就可以顶着当, 你懒得一群银纸在袋里不用, 最懒得一群银纸, 最懒得一群银纸, 所以在佛学是反转走的, 你打算找家财回来越职越多, 职了那么多给谁呢, 那儿子比你努力, 你给钱他做什么呢, 你的后代不如你, 你给钱做什么呢, 如果一个儿子很厉害, 他不需要靠你, 不靠你, 但你削他的智, 别人说他不敢去, 他老爸有钱, 就这样给你, 很多证明人的儿子都是这样, 心理有问题的, 是的, 没错了, 所以这个是佛祖, 他没有叫弟子做穷贵, 当年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很多有钱, 个个有钱, 大居士,个个有钱, 但你要知道那盘游戏怎样玩, 观音菩萨是讲慈悲为坏, 民间信仰, 他应应你时代的人需求, 无钱就有观音开赴, 无子女就求观音送子, 又可以求寿命, 阿弥陀佛的左右手, 你又可以医病, 又民生救苦, 几个好处, 是否很安慰, 这个我们不反对, 因为是低等的社会, 就是那些世俗人需要, 但如果你说在另一个层次, 要看的时间, 要另一个角度, 是一种手段来的, 是一种权衡的手段, 一人他无一样东西是不甜的, 等于当年希腊人阿利桑达打到北印度, 他的军队都要找神拜, 才做一些佛像出来, 以前佛教没有佛像, 最初是无相, 没有, 所以要做佛像出来, 他有事拜, 他有事医治, 即是根据人的参知不齐的源流, 如果你的家人信开的就叫照信, 但他照信之中, 你都要提醒他, 最重要你知道佛的力量在哪里, 就在他给你的指导思想那里, 你对这件事是怎样角度看, 佛祖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法, 就将你的观念转变了, 那才是最厉害的, 那才是正式是佛法, 其他那种是旁枝, 但你没有这样的智商的人学不到佛, 学不到的, 很难的, 生佛很容易, 但如果你学了佛, 你真的研究佛学, 他讲事理, 你用佛学的力量出来, 又是另一套, 那是佛法, 你会游水, 但怎样游得好呢, 是否另一套, 那是讲佛法, 佛法讲恩怨, 你知道世间等于差不多, 你入到博士的研究院, 所有世间的物理变化, 你会主掌, 你才能做到研究院, 要有那个条件, 所以那些人一学佛, 没有人教就很容易撞板, 它撞板哪里呢, 一入手就看金刚经, 大领络, 大事的, 好,一入手看佛门的空中, 色彻是空, 万化皆空, 你真是空空如也, 卡索没钱找, 黄包又空, 你真是做黑衣, 所以最危险, 就是学佛北城三大汗, 他不知道自己拜错师傅, 就算在我们南卡, 在泰国, 你跟和尚学佛都撞板, 因为他那套不适合你玩, 他整套学物是出家人用的, 他国外辞亲, 走牺牲之路, 断了七情六欲, 捨起亲人出家, 不适合你用的, 因为这些族为何亚洲那麽落后, 所以那些人搞得学了和尚的太过厌世的心, 变了不积极, 我们有轮回, 我这世不行, 我这世好想, 为何这世便可以赢得, 是呀,我这世再好了, 变了它又影响整个亚洲部佛曼, 但他们忘记了出家人, 说当年佛祖启了两套游戏, 你出家走牺牲之路, 但我逐家人, 我无条件出家, 我走征服之路, 我面对任何世间的烦恼我不逃避, 我面对世间的烦恼借他的力去升华自己, 因为他一朵莲花就说出于污泥, 要借个污泥才成就自己, 所以那朵莲花很特别, 比你讲现在最新的烦恼技术, 在那朵莲花上有的, 你水珠滴下去形成了一粒珠, 滴不到那朵莲花, 这就是最天然的纳米技术, 在莲花上变得去, 所以他可以出污泥而不严, 到你佛祖成了佛, 因为他要借世间的人所有的悲难, 生老病死来成就自己, 因为他对这个情况是有因的, 他无它,他生还不了自己, 所以他要出来再说法几十年, 是还一盘债的, 这是事实, 这是他在哲学上这样看的, 他原本不在那世成佛, 因为他弄了个菩萝特多出来害他, 一旦害害害害到那又加速成佛, 加速了他的修行成功, 所以我们在佛学最深厚的是, 见你行果中体用症, 如果你搞不通这几套, 你便大事, 例如你看金刚经, 佛祖下来说法无分大小成, 来了中国之后, 中国人自己作大, 那便匪备帮人来说是小成, 但你有没有小成的功力, 你别说多了, 小成的功力你有没有呢, 罗汉的法术你有没有呢, 你贬值罗汉, 但在佛祖整套佛经, 没有叫人成佛的, 在正宗佛经没有叫弟子成佛, 他叫你不受后悠, 你尼瓦拉便算了, 而且为何不叫人成佛呢, 你的烦恼等于你有病, 有病便看医生, 不代表你有资格做医生, 这个最重要, 在我们正宗佛学的观念, 不是个个人可以做医生的, 不是说你一走去学佛上佛, 就有机会成佛, 这只是找你扮侧, 有些人去到西藏, 那些西域佛学仍然古怪, 他一作作打, 就即身成佛, 你为了说我去学那套东西的精神成佛, 你那是大的贪念, 你没有成佛条件, 你有病便看医生, 你有没有条件做医生, 这个大家很多学佛的人犯这个错误, 好了, 去到我这一代的人, 我就推翻了, 这个不是宗教, 佛祖是一个超乎科学, 超乎哲学的学问, 是宇宙人生的一个指南学问, 没有叫你信的, 你知道你自己用多少就有多少, 就够用了, 就说你自己就是神来的, 我就打破了他那个共产党, 他的无神论共产党不够用, 你已经是无神论, 无神论究竟你用甚麽医子呢, 你都要给他一件事信, 不用了, 你听党话, 跟党走, 扑领了街, 沉够死了, 跟党走, 是吧, 所以他们不能够用, 所以我经常说他离物变证, 只有一半而已, 他都要见火救火, 他烧不能动手, 他不能醒觉, 真的, 你叫卫尼不要搞国安法, 他不能相信, 卫尼不要搞宋中条例, 搞到杀了几百万人, 他都死在一边, 要搞, 对吗,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缺陷, 面子问题, 权威地位的问题, 他真是托臣不认识转播, 不认识转播, 不认识转播放, 不认识转播放, 你整个送中条例, 一百万人上街, 第一次我都有上, 第二次他们冲击立法会一次, 我就不上了, 因为你一不批准不批准, 我就不肯上街, 因为第一, 你最要守法, 无论你生存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 你绝对不能冲击那个法律, 现在他立国安法, 我一定不肯碰他, 你为何要搞分裂国家, 你为何要勾结, 做些被人干扰你呢, 但我们一评击你中国的问题, 我们对人又对事, 你有责任, 我要求你, 你人民公博来的大佬, 你现在香港公门是公博来的, 你要拿正都有规矩, 他才管你做得我们领导, 你胡乱搞, 对不对, 我们有责任要讲的, 这是公民的责任, 那些人不讲, 看着他会扑街, 那麽多朝代, 扑街就是皇帝错了, 搞到你明朝表, 搞搞杀了袁元崇虎, 便收了工, 还有反间计,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你们现在中国政府, 经常说英国人鸦片战争, 又说八角联军打北京, 很多仇恨, 对不对, 但如果你一问我, 共产党的小粉红问我, 我吊得你飞起, 你是不是反清复明先, 由头到尾, 一带来帮你打扰清朝,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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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 袁世凯做了一部, 如果多年我在袁世凯身边, 做了皇帝, 喂, 现在我们反清复明成功, 要找个明朝皇帝出来摘位, 现在未能找到, 我先做了, 那样嘛, 怎样呢, 你跟我拗, 没有用的, 你怎样说历史, 能不能够我说, 我们真是有办法, 如果袁世凯, 当年我在身边做了皇帝, 你不要想自己做, 如果我们反清复明成功, 最要紧要说这句话, 是吗, 很多人出来的, 反清复明成功, 带着道理, 有这么多鸿门子弟, 因为到现在, 鸿门就是因为要反清复明, 到现在还在玩反清复明, 开香堂, 是真的, 博士说的也是真的, 你进去做现在的仪式, 你现在入黑社会, 但是, 你怎么还要搞反清复明宣誓, 你怎么会斩斤头, 然后萧王子, 浪费气, 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的缺陷, 错误到现在, 我不是问过他们的, 我怎么搞的, 他说不行, 那些传统东西没人改, 等现在你去新界池塘, 他们在横神, 搞那些东西, 那些女人不愿让他进去, 肚肉不能分辨,很邪 你要明白民族的缺陷在哪裏 改革不肯 所以当年毛泽东就改不改 改得赖赖赖赖赖 如果我做完小孩做了皇帝 我就会碰你,他们就不肯摄毁 等于我做林郑月娥,过中条例通了 居满了二十年的人,不入此例 香港出世的,没事 过中条例,我们针对新来港的移民 送够了,不要送中 香港人鼓掌,送走这群混蛋 好了,一年之间他们没有政治治愿 现在王国家回来就真是唏嘘了 唏嘘的,如世开仲到皇帝 因为郭肇明不在这 在这做林郑了,立即宣布反清复明成功 当时送走大清政府回到东山城 我们现在出来找皇帝 未找到,我先做事先 找一些税客出来,袁叔叔你先做事先 那怎样呢,他正在做事 是吧 怎样去找方杉 这些是政治智慧,他们未想到的 现在你习先生也是 你说一句,马克思对我们新中国成立是有功的 我们保留纪念,不纪念就算了 所以大罗大哥知道是仆街的 那个潮流嘛 有智慧不宜成世嘛 怎麽全世界都,怎麽俄罗斯 苏联老大哥都弄了,不弄了,你还弄了 你还弄了,你几个按钩 这就叫托臣不会转博 扔了,我还拆了那些照片 天安门,你无法弄在这 这个是历史的人物 你又懂得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述职 你老母,你不将马列宝那些弄了去马列思想 你说人家勾结外国势力 那马列那些是什麽势力 一定是外国势力 他在浪灭气 最初有共产党中国国家是收牢报的 不是怎麽整个党出来 你要讲得清楚 你作为政府领导人 你现在不是打天下乱筹搞博猛 你有道理有逻辑有理有据 你才带来不到个人民前进 大佬 习近平哥仔 一托米那麽容易吗 你托米那麽不用学 对不对 托臣是要学的 教授精理 我做袁世海时代 做了皇帝袁袁 好了 博士 今天很精彩 我怕你怒气 不是怒气 这些是讲事实 我们认为 小米那帮鬼佬是不仅仅的 我告诉你 我美国 怎样我跳战那帮美国佬 我下纽级台落 到大会 空晰 下纽约 接下纽约 我叫他拆掉一台電腦的電腦, 我找了一位電腦給他, 我找不到也不知道說甚麼, 看不到那台機沒有話說, 那班人說你現在要看著那台電腦, 我們不忍心看東西, 鬼鬼忌憑慘了, 我問他要用那台機, 他說他要拆上台機, 我按了一台電腦, 他不肯见了那部机, 我又见过下面的人踢在那裡, 你对鬼佬要知道弱点, 一逢是鬼佬开会去讲话, 最好你用横手, 射到那部手提电脑, 让他无疯狗, 甚麽料都无, 站在那裡, 是否很厉害, 他弱点就在那裡, 他依赖了电脑, 现在无手机无电脑, 你不懂得讲话, 你调了他, 调了你不要来赢了, 调了你不就怎样你, 现在你叫那些濕狗官仔出来, 那些人跟我辩护, 我什麽都不用, 脱口说就当秘笈, 是吧? 好了,过去一日了, 亦都有事要做, 今天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کہ你现在要让接下来, 爹逸了第二天, 要是这么多人, 要是这样的一切。 还是这么多人, 在那边,